那老师你作为慈禧太后和龙玉皇后的娘家后人 你家里现在有没有留存下来的他们所赐的物品 应该说呀 这么多年来慈禧赏娘家东西太多了 是吗 但是经过历史的变动啊 留下的东西太少了 有吗现在 倒是有几家 能欣赏欣赏吗 可以可以 一会大家一会看看 好的好的 这是慈禧太后的真迹 中间那个红色的是慈禧的玉玺 这些东西都是慈禧太后传给他爷爷的 然后传到现在的 这个咱们家的这些东西啊 都是清朝历史留下来的 应该说都是真迹 包括这个我祖上这些照片 我曾祖父的照片 那个是桂祥的照片 桂祥是龙玉的父亲 对 以前一直认为慈禧的母亲没有留下照片 到后来 那老师这有这一张 不查试 对 刚才大家看了那张照片了 慈禧的母亲呢 过七十大寿 慈禧本来也多年没有回家 可是呢 正准备回家 参加这大寿 正好有外国记者 西方的女皇 来了有国事 慈禧回不去家了 这样就没有参加他母亲的这个大寿 后来就亲笔 为他母亲写了一幅书法 为孝敬父母 他做了一首诗 世间爹妈 情罪真 泪血融入 儿女身 战节心力 中未子 可怜天下父母心 慈禧这幅书法呢 拍太监 李来英他们送到我们家来了 照家以后呢 我曾总父 就把它挂在墙上 给老太太过了生日 从此以后 这张书法就在我家 一挂挂了一百年 由于那个时候呢 就把这个慈禧太后的原笔就给烧了 这是慈禧的原笔留下的遗物 这张算保存下来了 那张他就烧了以后呢 但是我父亲呢 非常喜欢慈禧老佛爷这首诗 就把它偷偷地记下来了 后来为了纪念这段历史 我要亲自写了一张书法 还原原貌 引用满汉双文写了上去 这也说明老佛爷孝敬父母的 一段僵话 那老师这个宫廷广格起 满汉双文 最能代表皇家书法的 这个是慈禧老佛爷 赏给咱们家的一件衣服 很多人从历史照片上 都看见过这件衣服 老佛爷穿着衣服照不像 在医合园是吧 对对对 那个胚子 有一年冬天呢 我爷爷奶奶呀 到宫里去看望慈禧 看望慈禧呢 慈禧请他们吃了饭 晚上走的时候天比较凉 慈禧就顺手 从身上把这件衣服脱下来了 呸到我奶奶身上了 这么着我奶奶就把它穿加来了 你奶奶就是她的侄媳妇 对 是吧 还有100多年的历史了 摸一摸行吗 哇 慈禧穿过的衣服 太珍贵了 秀宫非常好 这是造版图的秀宫 这件是龙玉皇后赏的 黄马褂 女士的黄马褂 龙玉皇后赏的 对 看一下看一下扣子 对 真漂亮 金的 金的 这个秀宫都是一丝不苟的 有个立体的感觉 对 非常立体 就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这是龙玉给的 龙玉送给我奶奶的服务 您的奶奶就是龙玉的嫂子 弟妹还是弟妹 弟妹 这太清朝了 这太点心了 哎呀真是 对这个袖子太清朝了 你们现在坐的都是仿的 对对对 哎呀一百多年历史了 欺赏完两位皇太后赐予他们娘家的衣服 我小心翼翼的一件一件的把他们叠起来 这是龙玉皇后送 那老师家族的 对 龙玉皇后送给谁的 送给我奶奶的 送给您的奶奶 就是送给她的弟媳的 因为每当年节 这些出了家的女人 就非常惦记着娘家人 就愿为自己娘家的父母 兄弟姊妹 做点食事 对 这也是龙玉皇后送的 对对对 这都有点 看 这个时间长了可能有点 对对对 因为我奶奶年轻人穿过 后来就不敢 更多的穿了 对 都把它供起来了 实际平时不敢穿都 就试试 你穿一下 我也穿一下 过节 这衣服不好保存 不好保存 它需要横温横湿的 对对对 在他们家里都恐怕条件不具备 这样放起来是不是 比刚才那样好一些 好多了好多了 女人是伟大的 男人干不了的事 这是老佛爷穿的衣服 我给男老师给收起来了 也好了 放起来 也真是心灵手巧 这个就是咱们宫里头 每年正月十五 过完春节 宫里的女眷 皇上赏她们搞的娱乐活动 在宫中踢球 也叫绣球 这是踢的那个绣球 对对 这个宫里的皇后 女眷们 皇上就放她们几天假 穿着那滑盆底鞋 就踢这个互相踢着玩嘛 一种娱乐活动 龙女皇后又左脚踢 还是右脚踢 是不是 所以说这故事是很多的 这个是一个哥哥的帽子 哥哥的帽子 您看现在他们搞活动戴的帽子 都是纺织品 你看看满足哥哥 这帽子什么样 两个大飘袋 这个是没结婚的 哥哥带的 对对对 小姑娘带的 小姑娘带的 小哥哥带的 这样放的 这有专用的盒 这有专用的帽盒 帽盒里还有一个 皇家的七真八宝 过去的各种配饰 大概银算盘嘛 做人做事心中有数嘛 这是皇家的钱财产 这个翡翠的这是华表 宫廷领导下的官员 这个叫同餐会代表胡了 胡了 比如说我跟瑞姐是一伙的 我们俩人想把你一个打下去 我们俩不能沟通 他也不知道我想把谁打下去 他怎样帮我 然后我把这小胡的嘴儿冲着你 他就打你 我趁着他 就打他 这个是小银书子 男人书胡子 古时候没有刮胡子刀 少数民族 就用这二龙细珠的 胡子钱 一根一根的拔 为了美 男老师我们真开了眼了 真开眼了 您是历史的保护者 对既是保护者 又是传承人士 这谁给的 光绪给的 九龙那海大干 我刚才看到他有龙 我没敢问 九龙那海啊 这光绪给的啊 对啊 这我母亲拿他养鱼 我养了很多年 是啊 全是保护 今天大家难得来 瑞姐也亲自来了 大家一块 来共同见证一下 这个当年赏给家族的护书 好多本呢 有了这本书了 犯罪不杀头 到法院在让座 皇亲国戚的护身符 这张照片在西元 李莲英扮韦陀 老佛爷扮观音 四格子扮小龙女 红旗照了很多 但是这张照片 这可是一百九年前的真品原版 一百多年前的历史原版 后头有说明 谁眼睛好 护书 这是反你的护子 护书 这是慈禧当政的事 这是龙玉给的 不同时期 不同时期给的 就赏给我曾祖父的两枚章 慈禧不常回家 但是他呢 经常通信 这通信呢 就怕别人冒充啊 所以这是慈禧和家族的暗记 老佛爷赏了我曾祖父的两枚 家族暗记章 第一枚叫大雅 是老佛爷终身追求和爱好的一个词 老佛爷的书斋就起名叫大雅斋 所以这大雅代表了老佛爷 这个吉祥 我曾祖父贵祥的小名 我曾祖父给老佛爷写封信 必须干上这把章 老佛爷一看是真子 没有这家族暗记 那万一别人弄虚作假怎么办呢 哦 都是紫水金的 对 这个是大雅 大雅 吉祥 英国女皇送给老佛爷很多的金表 这是其中之一 这是纯金的呀 祠祠过七十大寿的时候 一些纪念品上给家人的 哇 完首无将 哎 刚才你看了那个章了 哦 大雅 祠祠一生崇尚大雅 这个是祠祠的一枚银缘 这是祠祠太后的像 哦 这是一个银缘 老佛爷带着一个佛 跟他家族的一个金佛 这个应该价值连城 咱家的这个99%的文物全砸了都毁了 咱们家比博物馆还封上早没有了 房子很大 房屋很多 这些都是破屋子烂房子里头 一留下来的 哎 这是小扇子 这是供业省的一把扇子 姑姑珍宝馆 前一扇子开办了一次 八十块钱一张门票只能看一眼 哦 跟我这一样 这是一把国宝的扇子 八十块钱只能看一眼 这好像是一部西乡记的故事 这个扇子都是用宝石粉画的 猪身永远不调色 就跟那个唐卡用的那些颜料 对 矿物质的 你看它的衣服 都是用绫罗绸缎拿刀裁剪的 针布料 贴到这个画上的 他裁剪的衣服 贴的这么合适啊 天衣无缝 他的脸都是用象牙宝石 磨成笔纸还薄的薄片 雕刻的臉切上的 雕刻的臉 哎呦我看那么 栩栩柔生的那么亮 哇这是什么呀 大烟袋 这是龙玉亲自抽过烟子 这个烟袋 烟袋杆是宫廷乌木的 你看从头到尾这一条龙 雕刻的一条龙 哦这是一条龙 造办处的原工艺 没人敢仿这个 龙玉皇后亲自用过的 哎他用的抽过烟赏的 过去赏的家族里边呢 就皇家的烟丝 专用烟丝 烟斗嘛 烟斗烟丝放在里边 哎平常抽自己家的烟丝 烟业 因为皇帝赏的这个东西很少嘛 所以说都放在这里 舍不得抽很珍贵 等到逢年过节的时候 得了今天享受享受 除了光绪爷老婆爷给的这烟丝 龙玉皇后给的烟丝 逢年过节才抽 这都是一笼一缝的 这个戒指叫龙子龙孙戒指 龙子龙孙戒指 这三边都是龙头啊 带着它证明我是皇室后人 就带这个龙子龙孙的这个戒指 对对对对 这个是葫芦相当于福禄 就福禄的意思呗 这个是慈禧小时候学满语的教材 这太珍贵了 我准备拿这几个做个研究 据这个我爷爷说 这是慈禧七八岁的时候 上学学满文的这个初级小儿语 小儿语 教育文武百官学习的 哦 大清官员你要学习嘛 这是清河镇的史志 京北极建清河接到保证处的史志 我不是跟说我爷爷在清河学堂吗 这本书上啊 清河地方志 当年在写书的时候 把我爷爷给写上了 就是这么几句话 我这个括号给他括了呢 所以我爷爷是清河地区的一个名人 是西太后慈禧的包地桂乡之子 纳增西的宅地 哎对 介绍我们家老宅 就这个呗 对对对 照项这个 对 哦 慈禧二零零四年冻签 海底老街巷 胡同 这海底区史志 我爷爷奶奶的老照片 这团专门记录了 咱们家的历史经历 西太后包地桂乡之子 纳德西 纳德西 其中也提到了负作艺 您刚才 我给您看的是清河和海淀 嗯 这是北京市的史料 地方志嘛 这地方志就是历史很重要 您看这一段 也介绍了我们家的情况 嗯 这是国家层层的史志 因为介绍了咱们家的情况 所以我就把它收藏起来了 这是最重要的一本书 这是最重要的一本书 一和拿来祝福 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搞得最高的历史了 咱们全中国叶和拿拉是祖谱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通过了解历史档案 查询国家档案馆 后来的学者教授就把叶和拿拉家族 都在 都在 大多数都在 国家出这本资料的时候 把我们那代人给签上了 哦 这就完善了 叶和拿拉这个历史 慧正 是慈禧的父亲 哦 对 我是作为全国56个民族之一 满族人的代表 来参加国庆大阅兵活动 80年代的普洁是满族代表 采访结束 拿先生把自己的一本书 署名以后送给了我 那些过往 如云烟飘过 日记风入老潭 汤过时间的河 泛黄的老故事 缠绕指尖 聊动一串寂寞 往事睡了 时针醒着 谢谢您收看 我是瑞姐 我们下期再见